第六屆 大家好我是第六屆走鐘獎 可以射射獎得主鍾子彤 在這邊也為大家送上10月份推薦的作品 希望大家會喜歡 首先呢就是我在這個月覺得最偉大的作品 不是在幫周久遠打歌 而是這個會裡的付出作品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幾年他都是處在一個 會出席活動但沒有拍片的狀態 這讓我們這些粉絲真的是等得非常痛苦 激昂難熬 那他也有在上次TRE的時候跟我確認有芯片 並且成為了MADANA的專屬女喔 回到作品本身我個人覺得他不管是體態跟那個色氣 完全都沒有那種鄉民常常掛在嘴上的烈化 反而是更加如火存青啊 舉手投足間都散發誘惑氣息 當然這部我覺得畢竟是復活作 我覺得還是拍的比較客氣 但是想到MADANA系列那些精彩的劇情 我只想說已經等很久啦 快點端上來吧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部是 溫排在8月份TRE的時候曾經跟我們提過 他接下來有一部學生制服造型的演出 他自己也很期待 那我們在這個月看到本作 劇情題材是 是學校有一個傳說中的大學姐已經留級10年 但只要新入學的學生他就會溫柔的幫你當大人 OK 這個劇情有兩點我想講 第一 我想去讀這間學校喔 第二 這算是我少部分看過會直接幫制服造型加一個留級10年的設定了 不知道是想強調年上的姐姐感還是說劇組覺得溫排演學生說服力太低了 總之是這個月很不錯的作品 推薦觀賞 接下來這個由MagRoll導演所拍攝的系列 這個月找來的一位算是 讓我滿驚訝的演員 就是申哲佳奈小姐 因為這個系列 向來是喜歡找比較肉感一點的演員演出 導演的拍攝方式也是最大程度的展現出他們的肉欲 但是這次找來申哲小姐 想不到精彩度絲毫不落下風 甚至 欸 更加也有風味 可以說是看到近期申哲小姐最為色氣的一部演出非常之推薦 再來則是在本中付出拍攝的香水唇 堪稱是之前S1的美少女系新希望 當初停止演出的時候真的令人...滿傷心的 所以能夠回歸拍攝還是很振奮人心 那加入本中之後雖然技術上算是嗆版 但是某種程度上就代表可以看到更多樣化的演出 戲錄擴張不少相信也是我們這些當影迷的福氣啊 再來又是一部本月份實用性堪稱封頂的作品 我只能說心有猜這個女人真的太深不可測了 這個月的演出就像是封面所講的 真的是右手支配系的作品 整部片以第一人稱演出讓你當一個快樂的病患 真的是讓我用了一次又一次 自己確認出 Der brian ありがとう dellеспубли before you 我一直是輝 我一直是輝 我們是輝 我現在沒有瘦傷的劉民 沒錯剛剛那一段莫名其妙的 翔人金寶就是Subshark的雙十一網路優惠 Subshark VPN在11月推出了雙十一的特別活動 有一個他們叫我們千萬不要說的超級優惠 在網址輸入subshot.com slash bingamaster56 或是直接點擊我們資訊欄連結 一連最優惠的時候就在雙十一節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才会一定要劝你在这个时候买 尤其我们老司机要跨越一些网路高墙才能看到的片子怎么可以 没有 Surfshark 除此之外 Surfshark VPN同时支援超过上百个国家3000多个伺服器 还能隐藏我们的网路足迹 现在加入只要在 网址输入surfshark.com slash fingermaster56 除了双11优惠还立即享有4个月免费使用期 你还在犹豫什么快点加入吧 接下来这一部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月相当顶尖的黑丝片 由我们的Nia演出 描写一位跟你一起加班的台湾人上司 用他的丝袜眉腿来慰绕你的辛苦 使用性非常的高 Nia粉一不可错过的作品 接下来则是一部描写社群网站上知名的大使蒙面COSER 但是并不是走跟COSER的女友甜蜜做菜的路线 而是NTR剧情啊 描写女友被认出来之后 把柄掌握在别人手上只好认人愚弄 那本作由姬笑华演出 我个人觉得他的气质算是蛮适合这个角色 虽然以他的高辨识度 真的做蒙面COSER应该也是一两天就会被认出来吧 接下来这部我觉得也很赞 良生的宅女主题 里面还换了两套COSPLAY造型 我严重怀疑剧组里面有人在玩泥姬啊 那以良生的天然气质演出宅女其实也是颇为适合 只是中间有一段大概一小时那个地方 良生的腰啊强到不太符合剧情 宅女还有这种核心记忆真的夸张 请大家务必去看一下 OK 接下来这部真的厉害了 我个人觉得可以称之为是 今年美腿共演的天花板 一次集齐了星宫一花 暮夏日葵跟生日巷子 以前是上下两路毫无破绽 现在是三个人缤分三路没有任何弱点 尤其是这部走一个空服原造型 那个贴身制服跟那个黑丝啊 再加上一堆三个人一起进攻的真共演 这部我真的只能说 今年没看整年白看 接下来这部也是相当厉害 用一个仿纪录片节目手法 来拍摄一家专门处理过剩欲望的医院 那这其实也算是 SOD的一个系列作 这是由STAR组的演员来演出 那STAR组指的就是 SOD旗下的专属演员 这次演出的只是MENAMO 相信大家也对他不陌生 在本作的演出相当自然 肉系的时候 根本有一种在诠释 这是工作 跟平常的演出不太一样的差异性 大家可以仔细去品味一下 相当不错 接下来则是这个 追鸣由奈的演出 这部他的造型真的是 只能用让人想入非非来形容啊 在剧情中 他扮演一位有着暴露狂的人妻 在下雪天的时候穿着性感来引人入室 没错 这部竟然还给我搞下雪场景 真的蛮用心的 那追鸣小姐在作品中 换的每套衣服也都十分诱人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男人 会把持不住自己 接下来是这个月的绝对剧情强打 陶乃木在本作扮演一位 老爸欠了一屁股在之后 人间蒸发 自己只能用身体偿还债务的女大学生 虽然是近期比较难看见的 众口味演出啦 那虽然说众口味 但也不是过激的那种 那只是动作比较粗鲁一点 然后陶乃木哭的样子比较多一点 毕竟 是陶乃木嘛 也不太可能真的玩到太夸张的程度啦 但整体来说还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 接下来这部则是号称 赛车女郎出身的招公来奈 这次演出诱惑女教师那最大的卖点 当然就在那双美腿咯 真的光是在那边改变作姿 就能让血气方刚的男学生 只能弯着腰上课了 非常推荐的作品 OK 再来就是这个田野優 相信在TIE以及AGA 已经不少人见识到 那个满意而出的超规格上维 对来说就是继续强力支持就对了 顺便告诉大家2024年底 他会再来台湾 到时候肯定要支持的吧 接下来看到这部啊 虽然很多人讲得像是走味的咖啡 但我个人还是非常爱水补音的 在这个月的作品 则是让他演出宅女主题 我个人认为 这也是很适合他的戏录 再加上依然健在的规格外身材 只要他继续出 我就会继续看 接下来这部本中的作品非常有趣哦 有五日式牙医扮演一位 颜对应的地雷泡泡玉女郎 那颜对应在日文当中指的 就是在互动上非常的敷衍了事 而在这里所谓地雷就是 一开始看不出来 但碰了就会吃大亏 相信大家也常遇过 巨头跟你推荐的天花乱坠 但来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的情况吧 剧情描述五日式小姐扮演的泡泡玉女郎 竟然在收了钱之后 只想用手工来水食素 简直比某些无良直播主还要夸张 那虽然说付钱是大爷这件事不一定正确 但也不代表可以把顾客当成冤大头啊 于是客人马上就用巨型魔棒 来狠狠地制裁五日式小姐 可喜可贺又成功避免了一场消费九分 然后我们看到这部 时尚最细J-COP 小真友 说真的啊 这部给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小小虎男的感觉 那你是很好吗 呃我是说第一次看到 所以你要说小真友有没有 我会说 诶目前没有 再来这部由二次元皇后吉庚又立爱演出 虽然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什么 这部作品已经有点久了 但当初那个赫斯提亚的乳神造型 还是让人津津乐道 所以这部由吉庚来重现也是这样的适合 那另外一样是二次元改编 个人觉得恋冤淘汰在这个月 誓言的也是可圈可点 重现度极高啊 剧情描写恋冤扮演一位住在隔壁不修边缚的大姐 在男主失恋后负责安慰他 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总之这种二次元身材 真的就是要规格外的恋冤来演出场 那个威尔啊 接下来部则是扮演房屋的名利仇 再来整理房间的时候被把持不住欲望的男主给下手了 其实这种主题在国外也拍过不少 通常男主角在房间脱光衣服等打扫的房屋人员进来 就狂塞小费要求额外服务 那日本就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啊 毕竟是高级饭店 那个房屋也是穿着相当有质感的制服 整部作品给人的氛围比较像出差过程中一个美丽的误会 跟欧美走的那种路线就不太一样 今天的最后一部就是这个 游良加奈演出的作品 题材是 女友被邪叫给洗脑的题材 说真的这种奇怪的团体 不管是在日本或台湾其实都略有所闻 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有名人士 身陷其中的消息 比如ex Japan的Toshi 或是汤姆克鲁斯 那你有可能会问说 他明明是这么有名的人怎么还会信这个 诶 因为这种团体的受害人通常是在心灵比较脆弱的时候 被趁虚而入 就像本作的游良小姐被洗脑一样 那名人有时候精神压力比一般人更大 其实相对来说也更容易成为目标 那这部作品游良小姐也是被玩弄得很惨 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你我身边 适时的关切一下身边重要的人吧 好 以上就是这个月份推荐的作品 走子通 抠抠 走子通 抠抠 你记得抠抠了吗 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不是啊 到底有谁会知道啊 北七哦 我是终子通 我们下次见 各位感谢您的收看 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 啊哈哈哈哈 谢啰 与本